最近本港的房地产受到政府的的一个的调控 而好像就是出现一点的回突的现象 现象而那个成交也出现一个明显的大跌 最主要是政府出现一个比较重手 就是在一个受硬化税那方面 去打击一些吵架 去抄卖本港的房地产市场 但是我觉得这一个的 超市还是政策来说的话 影响还是比较短期 最资本来说的话 还是本港的房地产还是供不应求 另外就是市场的借贷整本还是很低 热钱还是很多 所以这个账况之下 我相信本地的房地产 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支持能力的房价 短期来说的话 虚言有一点的回吐 但是中长期来说的话 我觉得它下跌的空间时间是有限 所以对于本港地产本港的地产股来说的话 我相信在这一波回吐之后 之后能技术的能够更取大师的上升 而中长期来说的话 我不敢看得太淡 本港地产股的股价 我相信未来张款 它要跟大师同步的机会是很大的 好看 好看